快看这名冲号者将他的YouTube影片的精华内容 发布到了TikTok、IG等短影音的平台上面 让他的TikTok账号快速获得了接近330万的粉丝数 IG账号也有超过了60万的粉丝数 其中在TikTok平台上面 有一部短影音才发布四天 就已经有超过260万的关键之数了 而近期发布的短影音很多都有几十万的关键量 它的更新频率还很高 那么这个高更新频率、高播放量、高订阅 以及高收益的长影片分发到短影音的账号 到底是怎么剪辑的呢? AI可以自动完成这整个过程吗? 这期影片将会为你介绍长影片转化为短影音的秘密 还有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翻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吹内容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谁要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影片剪辑新手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免费领取高效影片剪辑攻略 它会告诉你很多使用的技巧 来帮助你提升影片剪辑效率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类影片是怎样的 如果你已经关注我频道一段时间 你肯定已经知道了 我是怎么使用AI工具来帮助我剪辑影片的 比如AI生成影片 AI生成字幕 AI语音转文字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把长影片去批量剪辑成短片 那么光是找到高光时刻就需要花费你一天的时间了 所以这期影片我要向你推荐全新推出的Fumora 14 它全新推出的AI剪辑功能能够快速的去帮助你把长片批量剪辑成短片 就可以帮助你去提升你剪辑的效率 创作出更多内容 同时也能够帮助你去扩大你的观众群体 去提升你的收入 我想尝试一下Fumora 14 你可以透过一辈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 首先我推荐大家去使用的第一个功能就是 智能长片剪短片的功能 Fumora 14能够自动辨识影片中的高光时刻 并且根据人生情绪还有场景的变换 精准的去产生适合社群平台去发布的短影片内容 这个功能为什么有用呢 因为在现在的社群媒体平台 短影片逐渐成为了吸引流量的关键 Fumora 14只需要你操作几个简单的步骤 就能够快速的去把长影片 转换为吸引观众眼球的短影片 这样你就能够在各大短影片上面去发布短片 去抓住更多观众的注意力 并且透过更多互动和观看的机会 带来流量的快速增长 最终帮助你去更快的获得收入 那现在我就打开Fumora了 这是Fumora的初始界面 你可以看到我是使用英文的界面的 如果说你更喜欢中文界面 你是可以在Fumora里面去设置成中文版本的 那这个AI智慧长片剪短片的功能 就是这个功能 Smart Show Clip 像我打开了这个功能 你可以把你影片去拖拽到这个选项框里面 或者是去复制你YouTube影片的链接到这边 都是能够去上传你YouTube影片的 那现在你就会看到 我就上传了一部影片了 它是3分17秒的 那首先我们需要选择语言 这个语言需要选择你在影片里面说的语言 那我在影片里面说的是中文 所以我就可以选择中文台湾 然后在这边你需要选择时长 也就是你需要让Fumora去剪辑成多长时长的短片 那这边可以选择自动 或者是你专门选择0到30秒 30到60秒 或者是60到180秒 那这边我选择0到30秒 那接下来你可以选择主题 也就是你短片的主题要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你可以是影片播客的主题 游戏运动类的主题 市场营销的主题 教育类的主题 或者是评论类的主题 那这边我想让Fumora自己去选择最适合的主题 然后在底下会有些模板 你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模板 去变成你的短片 比如我就可以选择这个模板 那底下就可以选择这个generate 那首先Fumora在侦测我影片里面所说的语言 在侦测完语言之后就再上传这部影片了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Fumora就帮助我把刚才的长片 去结局成了不同的短片了 它总够帮助我去做出了六部短片 并且每部短片它都会有个标题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YouTube Shorts新规大揭秘 这会可以播放一下 更新主要是从2024年10月15日开始 所有方 然后在右边就是它的字幕 你可以看到它翻译出来字幕还是非常的准确的 如果说想要去编辑可以选这个edit 或者是直接导出都是可以的 那这边我选择edit 那这边就可以老木精编辑了 我可以在这边来播放一下 更新主要是从2024年10月15日开始 所有方形或者是垂直比例拍摄定 我可以选择文档去调节一下这个字幕的样式 比如说我更改成这样的样式 你就可以看到就变成这样的样式了 但是这个样式只是更改到了这文档上面 我可以先来播放一下 更新主要是从2024年10月15日开始 你就可以看到是这样的样式 那如果说我想要整部影片都是这样的样式 我就可以选这个Apply to all 你就可以看到其他的字幕也是这样的样式了 那另外你也可以在编辑的时候 去使用Fibon的其他工具 比如说你加入一些影片的素材 加入一些图案 加入一些音效 再增加一些文字标题 或者是增加一些转场 加入一些影片的效果 加入滤镜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功能让我们制作短片的时候是更加容易的 下一个就是智能横屏转竖屏的功能 你是不是常常为不同的平台 它的影片格式而烦恼呢 在Fibon14里面有这个智能的横屏转竖屏的功能 可以帮助你轻松的应付 它能够自动的识别影片中人物和场景 智慧调节画面的布局 将横屏影片快速的去调节成竖屏影片 现在各大多音频台 像是IG Reels Tiktok 都是非常重视于垂直萤幕的影片的 智慧横屏转竖屏的功能 能够帮助你在不需要重新拍摄 或者是复杂简单的情况下 就能够快速的去更改影片的格式 去适应各大平台的需求 直接为着 你可以同时在多个平台上面去放布内容 去扩大你的覆盖范围 去吸引到更多流量 最终把这些流量去转化为实际的收益 想要去打开智慧的横屏转竖屏的功能 还是一样来到Fimua初始界面 你可以点这个更多选项 或者是点击左边的工具栏 然后找到这个Auto Reframe 就是智能的横屏转竖屏的功能 在这边手就需要导入我们的影片 现在我就导入一段影片了 在左边会有不同的影片格式 第一个是横屏的16比9 方形的1比1 竖屏的9比16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横屏的4比3 又或者是21比9 在这边我需要把这部长片去转化成短片 就可以选择这个竖屏的9比16 现在就分析这个画面了 那现在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帮助我把这个长片变成了短片了 可以来播放一下 是否会记录到YouTube的合作伙伴计划 你现在可以看到 我整个画面的人物是居中的 就非常好地去帮助我控制了整个画面的格局 如果你对画面的格局有更多的要求 你可以打开这个自动调节画面格局的功能 就能够让Fibon AI去更好地去抓住你主体了 那底下会有更高级的设置 你可以选择要追踪哪个物体 这里会有主要的 然后是次要的 还有就是追踪的速度 有默认速度 慢于默认速度 或者是快于默认速度的 对于不同的影片 你可以选择这些高级的设置 进行更好的追踪 还有就是 如果想做短音出海 那么在Fibon AI 14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惊艳的功能 叫做AI翻译纯形渠道 你可以轻松地将你影片里面的人声 翻译成多达10几种语言 并且实现纯形同步和音色刻龙 确保画面中的人物自然说出翻译后的语言 这里提醒一下 Fibon AI还支持繁体中文 我想去扩展观众群体 不再继续于某个语言市场 那么Fibon AI 这个 AI 翻译纯形驱动的功能 是非常好的 能够帮助你去跨越语言障碍的 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去将你的影片去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希望来自全世界观众 都能够听到你影片的内容 这样你就能够去扩展你的观众群体了 这意味着 更多的流量 以及更多的收入 去帮助你建立起全球化的影响力 比如说你在影片里面 所说的是中文 那么就可以使用Fibon AI 这个功能 去帮助你 把你影片里面所说的内容 去翻译成英文 这样因为母语的观众 就能听懂你在影片里面所说的话了 就可以打开YouTube的英文市场了 那现在我导录一段影片了 想去开启AI 翻译 加上全新驱动的功能 可以右击这个片段 然后这边有个AI 翻译的功能 那这边让我选择了翻译的类型 默认就是翻译语音还有字幕 或者是你只要翻译字幕 这边我选择了翻译它的语音还有字幕 然后你需要选择 你本身的影片它的语言是什么 这边我就选择中文台湾 然后我需要把它去翻译成英文 这边我选择英文 这边有个全新驱动的功能 我们需要勾选一下 然后这边需要选择这个Translate 也就是翻译 现在就正在处理翻译的文档了 现在你可以看到 Fibon AI 就帮助我去翻译我的语音了 我可以来听一下 The update mainly starts from October 15,2024 All videos shot in square or vertical scales and with the duration of less than three minutes will be classified as YouTube Shorts 没看到不仅是生成了英文的字幕 同时它根据我的音色还有音量 却把我在影片里面所说的话 去翻译成了英语 就像是我真正说出来的一样 透过Fibon AI这些全新的AI功能 创造者不仅可以去大幅度的提升创造效率 还可以快速的去转换影片的格式 去扩展全球的受众 最终去增加流量和收入 如果你想体验这些强大的AI剪辑功能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下载Fibon AI 14 去开始更高效的创作 我想了解更多关于Fibon AI教程 你可以点击这波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想当这部影片订阅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追踪IG能够和很多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